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秋風最近想用一千塊去買糖果 講到糖果我就想到 小時候我最喜歡吃的就叫做沙士糖了 不知道一千塊可以買多少顆沙士糖回來 先打電話去問問看能買多少沙士糖 喂你好請問一下你那邊有賣沙士糖嗎 他是一包多少錢 那一千塊大概可以買多少個 兩包有找是不是 好謝謝謝謝 一千塊大概可以買六千橘耶 就是六公斤到底是什麼概念啊 我們先去買好了好不好 結果一千塊秋風一共買了這些糖果 這一包三公斤 這一包三公斤 再外加一小包 所以這樣到底是多少顆喔 我要來清算一下嗎 秋風買了兩個牌子不一樣的沙士糖 所以還是要試吃一下 看兩個口味有沒有不一樣啊 邊吃邊算 二十六八十 這裡有一百顆 一百顆就這樣 好難算喔 我不想算了 在清算的途中 我再試吃一下不同口味的沙士糖 看哪一排 目前我覺得比較好吃 這兩排的味道真的差蠻多的耶 白白都是沙士糖 我只能說各有特色啦 我都蠻喜歡吃的 這兩排其實我都蠻喜歡吃的 繼續算好不好 我可能要算到明天去了 秋風終於清點完第一包了 一共有 加上我吃掉了一顆 六一二 六百一十二顆耶 還有一大包 和一小包 還沒有先算 我們再繼續算 一千塊 到底可以買多少顆糖果 清點結束 這邊一共有 五十九加兩顆 剛剛我吃掉一顆 五九三 欸五百九三 比另外一代的還少耶 所以這 每一顆糖比較重耶 剛剛呢 我是算 六百一十二顆 加起來有 一千兩百零五顆 一千塊 可以買一千兩百零五顆糖果 難怪在夜市常常 一顆糖賣一塊 如果一顆糖拿去賣一塊的話 我可以賺兩百塊 辛苦錢耶 賣糖果是辛苦錢耶 我一個人也吃不完耶 我再想想看 我怎麼把這些糖果全部消掉好了 今天呢 我來到這個 尖三國中演講 所以我決定把所有的沙士糖 都送給他們吃 走 大家好 我是武秋風 我現在在尖三國中 欸你們怎麼這麼不嗨啊 大家好 因為 大家應該知道 我因為上個禮拜 沒有來 所以我準備了小禮物給大家 我上直播我有看 對沒錯 一千塊買的 這邊應該有三百多位觀眾嘛 對不對 三百多位學生 然後那個 每個人有三顆糖好不好 秋風發三顆糖給你們 三顆三顆好不好 謝謝大家同場 謝謝大家同場 不盡日常的各位好夥伴們 我們也可以交換一下 不過這次我們交換的不是禮物 我們交換的是廢物 廢物交換 想說不要額外花錢 那把家裡沒有用的一些廢物 給別人 說定別人有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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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